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教大材料系陈志主任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介绍 在材料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叫做电子半导体材料 这也是台湾目前整个产业的主流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纲 大概分成 第一个电子材料中有一个电晶体操作原理简介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 电子材料或半导体材料的三大重要趋势 电子半导体这个产业的趋势 最后我们会讲到 教大材料系在电子半导体领域的研究 一开始我们看一下 最重要的一个半导体材料 就是锡 大部分的晶片都是锡做的 让我们把它长成锡晶圆 这个叫单晶 这个是还没做任何的原件制程之前 它是意表上最多存量的半导体元素 所以它很容易提炼 所以成本会比较低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加入适当的其他元素 来改变它的导电度 比如说加入银跟升增加电子 然后变成N-type 然后或是加棚变成三价元素 然后产生电动 电动导电称为P-type 然后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锡跟氧会形成二氧化锡 这是很好的学原体 而且它跟锡的接着很好 所以因为这个点 在众多的半导体当中 它被选为是我们来制作 原件的最重要一个材料 再加上它的散热能力也很好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理 比如说今天锡它是四组的 那它旁边四个锡的原子 形成共架件 所以它周围有八个原子 事实上是很稳定的结构 所以这个要把电子游离 是不容易的 事实上它游离能蛮高的 是1.1电子伏特 电子要游离成为自由电子 这个比例几率非常小 所以它是半导体 可是我们可以借由三杂一个棚 它是五架的 它进来之后 锡的其中四个原子跟旁边的锡形成 共架件的结构 多于这个电子 它的间解弱很多 它的电子游离能 大约只有0.05电子伏特 跟这个1.1小很多 所以这个电子很容易就游离成为导电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借由掺杂 来改变锡导电的特性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 影片如何运作呢 1998年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我先给你这个还特别写一个报导来做介绍这个机体电路 实际上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会在细晶片里面做掺杂 掺杂变成导体 那我们借由这个杂吉 就是Gate 电压可以控制这里导通或是不导通 所以我们是借由这个杂吉来控制 这里可可否导通或不导通 那这个就是0跟1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晶片里面一个晶片里面做非常多的这样的 我们叫做原件或是电晶体 比如说在1公分层1公分之内可以超过数百万个电晶体 那时候现在更多了 这个我们叫机体电路就是所谓的IC 为什么需要半导体 因为如果今天是金属全部都导电 所以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它一直有导电 如果是绝缘体 你不管怎么做它都不导电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导电或不导电 所以就必须用半导体 我们借由这个地方可以控制 这个地方导电 其他地方不导电 所以才能制作所谓的电晶体或原件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电子材料 三大个趋势 第一个晶圆尺寸越来越大 电晶体的尺寸越来越小 还有第三个是材料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趋势 这个晶圆尺寸越做越大 以前到现在我们的矽晶片 实际的试片把它贴在一起 这个是1999几年 那时候我还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个4寸的晶圆 再做电晶体或是其他原件 然后后来变成6寸 然后接下来变成8寸 现在是12寸 事实上18寸的矽晶圆已经做出来了 事实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材料科学 这个是我们带学生到宗德电子参观 宗德电子就生产矽晶棒 矽晶棒它一拉筋 这个是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这整个是单晶没有晶界 因为没有晶界 电子在里面走的时候没有散射 它传输比较快 而且在每个区域 做成每一个电晶体的特性都一样 所以它需要单晶 这个长单晶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单晶长完之后 把它切片 切片完之后 磨平就变成这样一个细晶圆 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尺寸越来越大 4寸、6寸、8寸到12寸 这个表也是说整个半寸体的直径 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要做越来越大呢 细晶圆从8寸到12寸的时候 这个直径 这个是8寸 这个是12寸 这个面积增加2.25倍 最主要驱动力是说 一个unit of silicon 然后它的cost是多少 如果用6寸 它可能单位面积是100块美金 可是如果你用8寸做的话 会降到75块 可是你用12寸的 会降到50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们事实上都做过分析 各样成本的变化 比如说果件变大的时候 8寸到12寸 每一个PM平方公分的成本 会下降25到30% 不能用的Wave 多一点点 但是它的成本 一个chip会下降27到39 人工差不多 因为它这个气晶片变大了 所以它的设备机台 会增加一点点 不过整体考量 它的成本是下降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越做越大的原因在这边 就是让成本下降 第二个呢 电池型的尺寸越来越小 我们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 从以前到现在 1990年那时候是0.6微米 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聊千年的时候叫0.13微米 2003年的时候就小于0.1微米 事实上就进到所谓的奈米世代 奈米就是所谓的小于100奈米 2017年现在是10奈米已经量产了 像台积跟Intel、三星都在研究10奈米以下 比如说7奈米、5奈米、3奈米制成的研发 所以这个会越做越小 那为什么要越做越小呢 比如说这是90奈米 就是这达极跟圆极中间 这个中间我们叫channel length 就是它的导电的channel 那它的这个宽度 90奈米这个宽度就是90 65这个宽度就是65奈米 45这个宽度就是45奈米 所以这是越来越小 不好做 不过前只要光学改进就好了 但是后来发现材料一直换 不过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越做越小 14奈米跟10奈米已经量产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结构 里面都非常小 比如说圆件的结构 这个间隔只有8奈米 那这个中间间隔只有42奈米 所以都已经做到奈米时代了 为什么它越做越小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 比如说这个一个电晶体 它现在假设宽是50奈米 它是一个square好了 我们这个它是一个正方形 如果今天要做到矽晶片 我们这个蓝色假设它是矽晶片 它做到这边很多 这只是锡图 它不会只做16个 它是做得非常小 中间可能还要有间隔 所以我现在假设 整个是50×50中间间隔要50 从这里到这里间隔是100奈米好了 我这个旁边1公分×1公分的晶片 我可以做多少个呢 这就是1公分除以100奈米 可以做10的5次方格 这边可以做10的5次方格 所以它是10的5次方×10的5次方 在17m平方可以做10次方格电晶体 那就是100亿个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晶片如果越大的话 你做完之后 切一个袋一个袋 会切越多袋 所以它你做越大 一次单位面积的成本越来越小 那同时呢 我们如果今天可以做得越来越小的话 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单位面积里面 就是制作更多的电晶体 那就是容量越来越大 它的整个各方面表现越来越好 这个是我们要做越小的原因 为什么要做越小 一个单位面积的矽晶元 可以做更多电晶体 或是说同样数量电机体成本更低 它的整个channel length 越来越短的时候 它电子传输路径短 原件的运作速度可以越来越快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要越做越小的原因 也是成本 也是速度的考量 第三大趋势 材料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感谢台积电 给我们这些投影片 电路所制造所使用的材料 在1980年代 就是这些 比如说西里肯 它会用到餐子 磷、铝、铝棚 然后这些 所有用到的这个制程清夹 就是这些材料 还有金 这是1980年代 可是到1990年代 就多了 钛、骨、B、R 还有DA、Constant 这个是乌 多了这些材料 2000年了 就更多 你看这个黄色的 就是把这些材料都加进来 简单来讲 当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原来这个材料的性质 已经不服使用 或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 来做不同的应用 这个超过一半的周期表的元素 都需要 包括2010年之后 又多了这个红色的 需要再加进来 材料越来越重要 在半导体 原件使用的材料越来越多 而且要求越来越高 以前 1998年的时候 控制杂己的这个导线 是铝导线 铝导线它的电阻率是2.7 我们希望这个转换的速度 越来越快 比如说以前都是 比如说1.2G 现在是到2.4G 到3.6G 这个就是希望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的时候 如果它的电阻太大 比如这个导线的电阻太大 它会形成叫R7Delay 这个R就是Resistance 就是电阻 C是Petitence 就是电容 就会有一个电阻电容的 磁质效应 所以一旦这个电阻太大 它的速度没有办法太快 所以怎么办呢 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 就发现铝导线不能用了 只好开始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铜 所以这是以前 铝导线的制程 我看到铝导线很细 这个大概宽度0.5微米 后来我们现在需要换到铜的话 这个整个铜制程 事实上是IBM 到1990年发展出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程 换了之后 它电阻下降从2.7到1.7 简单来讲 同样的宽度 同样的横截面 这个电阻可以下降30% 所以它的速度就可以提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材料不够用 性质不够了 就要换另外一个材料 所以讲到RCDelay 这个C是所谓的电容跟界电层有关系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讲到说 比如说像电容它也需要换 为什么 因为电容会产生磁质效应 所以我们需要Low-K的材料 采集电提供的材料在半淘底 边扮演关键的角色 以前萎缩只要光学 你用光的波长越来越小 然后机台越来越好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到后来发现 都遇到材料的极限 材料的物理极限 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萎缩的时候 比如说那时候就发明Low-K材料 刚刚我们讲的 如果Low-K材料会让它电容下降 速度可以更快 包括把Silicon 让它再硬力中滑一下 它的电子传输可以更快 现在又用Silicon Geomanian 这样的一个材料 现在又需要HIK材料 又需要一些其他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萎缩的过程当中 遇到瓶颈的时候 需要研发新的材料 将新的材料应用在半导体液 就可以持续萎 这个公司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 更有竞争力 Low-K材料 从8吋到12吋这个过程 8吋到12吋这个过程 我们需要换Low-K材料 那时候台积电跟联电 都积极研发Low-K材料 后来台积电跟Climate 有研发这个叫Black Diamond 它成功了 然后联电跟IBM 寄转一个Silk的SILK的材料 没有成功 后来台积电就在12吋可以大幅出货 让它联电没有办法出货 台积电就从那时候领先联电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一个材料的研发 成功了 可以带领一公司前进 最后第二个来看一下半导体材料的趋势 这个试图大概跟大家很快解释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可以到这个网页看一下 它这个制程大概是怎么样 单筋拉完之后切细晶圆 然后这中间会经过 带一个颅管蒸度一些材料 然后再用光照 然后再加上用我们叫做I-implantation 就是掺杂 然后再氧化 再镀一些Polysilicon 就是多精细 再加入另外一个光照 然后再做其他很多的制程 最后再封装 事实上这个制程非常的复杂 事实上我们有一堂课叫电子材料 就会专门讲这个制程 半导体制程也在讲整个这个制程的科学 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制程做下来一个原件 大概要几十道到几百道制程 所以是相当复杂 那台湾在这方面 因为有累积几十年的经验 是世界领先 而且这个竞争力非常强 比如说在前段做这些 我们说电晶体的 有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的忘孔非常 目前基源代工产值 占全球排名第一 上金属之后我们就叫后段 那就是封装 这包括日月光细品历程 台湾事实上台积电也开始做封装 台湾的IC封测产业也是全球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 微电子业电子材料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是制造业为主的国家 而且我们制造业是以做半导体为主的 所以材料在这里面会是主流 这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2014年全球半导体产值破纪录 有达到335 billion 比2013年还增加 所以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我想在四、二十年内都还会非常好 因为有手机的关系 台湾因为我们整个产业垂直整合 分工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特别我们讲到说 台湾高科技园区每年需要2万个制程工程师 所以台大交大清大材料系 每年都生产一两百个硕博士而已 所以这些台大交大清大材料系的硕博士 会是就业市场最强的人 所以为什么在材料系在各个台湾的 比如说工学院都是排名第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毕业出入非常好 我们就是真的在整个IC产业是非常棒的 我想短期内还没有被大陆超越 所以这个将来大家的就业市场 会是在半导体产业 像我们自己系上毕业学生 超过80%以上就到半导体IC产业 也都有很好的工作 而且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手机的趋势 手机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目前已经累计到50亿只的智慧型手机了 全人类70亿人 但是现在有50亿只的 而且很多开发中国国家 或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有普及 所以这个还会在持续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将来 还是会持续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我想将来业生的工作 还是会在半导体产业 最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交大材料系的半导体领域的研究 是Thompson Rooters的路透社 调查整个半导体领域的创新 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交大是创新的代表 我们在这个领域发表 1500多篇的论文是全台湾最好的 交大材料系 我们是台积电的重点系所 因为我们培育出的人才 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不只只有台积电 还有其他的各个半导体的公司 也都很希望吸收我们系上的学生 那我们在交大 有个交大台积电联合研发中心 目前参与教授有张艺老师 杜敬寅老师 张力老师 还有我还有文薇老师 我们系上做电子材料的教授 事实上蛮多的有9位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的张艺讲座的教授兼副校长 他的研究领域是三五组 高速电子元件跟制程 高功率元件 那他也可以做封装 所以他的实验室呢 从前段到后段 整个制程的设备全部都有 这个整个实验室的制程和设备分析 设备总值超过新台币三亿元 那这是全台湾最好的 获得非常多奖项 包括产学杰出技术移转贡献奖 还有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三次 我们还有其他老师 包括吕志鹏老师 他去做半导体制作跟整合 然后他去做这个低介练材料 我们刚刚讲的Low-K材料 他也做工装 也是硬力管家 最重要的是他是承载国INTEL 担任组建研究经理 1997到2014年 后来还加入我们较大材料系 那潘老师呢 本身是在奈米材料研究 还有就是机体电路制程 他以前是在NDL当副主任 后来也加入我们这边 就是国家奈米元件中心的副主任 那他做了也很多跟 机体电路制程技术有关 谢中文老师他是做电子构装 当微观结构分析他自己有共同编著 一个教科书为电子材料与制程 他里面写的一个章节是封装的章节 那张立老师他是原子级的界面结构 跟基底缺线的专家 所以到奈米时代 不同材料的界面非常重要 所以他目前跟台积电 有一个这样的合作 是他并سم在做溏厉老师 他是基研阙合专家 三五组磊晶 溏硬织代金半导体原件 光电半导体原件 那曾韵建老师 他是做磁性半导体电子原件 我们知道记忆体很多都是磁性材料 所以也是在做电子材料 boys 还有文伟老师 他是做所谓的电阻式记忆体研究 同时也在研究 这个机体电路的通导线 事實上在2018年有發表一篇Science 講到就是銅原子在雙晶結構的 經界擴散行為觀測研究 發表在Science 我這邊也做很多電子方面材料的研究 我這邊也做機器電路銅導線為電子 附金封裝、焊錫3D IC封裝 我們這邊在電子材料這邊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在2012年發表一篇Science的論文 我們電路可以電路出奈米雙晶銅 當作銅導線 這個研究也獲得2016年國家新創獎 所以我們在電子材料這邊 科學的表現非常好 產學研究也非常好 我們跟台積電這邊有合作 台積電院議每年出資1600萬 連續三年 那這是台積電在單一議題出資最多的計畫 那參與的老師有 我還有吳文偉教授 張毅老師杜晶寧院士 好 那我們做的就是在同島線 讓它這個精力變大 讓它的膳色變小 它的電阻下降 另外我們也聘請世界杜晶寧院士 它是材料的第一個中央研究院院士 它是微電子封裝 細化物電遷移奈米科學 它是第一個中央研究院院士 那曾經擔任IBM材料部門的三級主管 那後來1994、1993到UCLA教授 他現在退休了 我們請他到交大半導體學院 同時也是材料系的兼任教授 這都是半導體領域的教科書 是大學的教科書 教大材料很大優勢是 我們的製程半導體設備非常棒 全台灣最好 張毅副校長這邊的三五組的實驗室 製程跟分析設備 總值超過三億元 那國家奈米原件實驗室 這個也是最好的設備 學術界的設備在這邊 事實上它就在交大的校區裡面 還有交大還有奈米科技中心 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 電子半導體製程設備 最後結論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就說 在這個領域半導體 台灣是世界領先的 也是最有競爭力的 所以在我們面臨很多大陸的競爭的時候 目前台灣半導體製造業 還是比大陸好 而且世界上最有競爭力 如果你在這個領域 你將來就業市場最大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 在台灣值得投入的領域 那我們說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發展趨勢 比如像印尼它產石油 所以化工化學最好 因為他們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但是在台灣是半導體製造業 所以你如果來讀材料的話 你的出入都會比化工物理 各方面好很多 所以我們特別鼓勵學生來讀電子材料 特別講到材料 半導體元件要突破的關鍵角色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今天如果要材料 它的整個元件要說得更小 它的性質要更好 最後很有可能就是要用新的材料 或是材料的改字 在交代材料系 我們總共有九位教授研究半導體材料 這是陣容跟研究成果 不管在產學還有學術發表 都是台灣最好的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來加入交代材料系 來學習電子材料 這方面領域的專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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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